我为了得到富婆的资助 答应在大学时和她偷偷谈恋爱 本以为这段不健康恋情很快就会结束 没想到笑花在一次酒后失控吻了我 并且声音音哑的对我说 小姨有的我都有 我还比她年轻 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为什么 体育课结束 我刚拧开瓶盖喝水 手机就传来震动声 接着我就看见了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昨晚你也很开心吧 那今晚你来找我好不好 看着信息 我发觉运动完的身体更加发烫了 柳如烟是资助我的好心人 每个月资助我五万块钱 代价就是我每个月都要抽空陪她几次 想到这 我便不假思索地回复道 好 时间和地点你定好就行 柳如烟秒回了一个可爱的猫猫头表情包 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愣神 因为她在外都是冷落冰山的郁杰总裁的形象 跟别人聊天都是严谨一概 西子如今 难得会展露如此俏皮可爱的一面 就在我起身准备回宿舍的时候 旁边室友突然戳了戳我 我扭头就看见两个比我矮了半个头的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扭捏了许久才把手机打开 薛 薛景明 可以 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她全程没敢抬头 只在说完的那一刻飞快地扫了我一眼 我礼貌一笑 对不起啊 我大学时不想谈恋爱 所以也不想加异性的联系方式 怕耽误人 她不知所措了起来 我只能抱歉地看着她被朋友拉走 她不知道的是 我其实是一个很烂的人 不值得她喜欢 高考的时候县城没房子 我和父亲又舍不得住酒店 父亲的工作不能耽误 不说误工费 还极有可能被开除 白了头发的她带着我挨个找县城的亲戚求情 最后求到了我小姑那里 就在我父亲快要给跪下的那一刻 小姑终于松口了 父亲不知道 小姑给我吃的全是冷饭 因为天气炎热 饭菜还容易发馊 表哥在客厅打游戏打到三更半夜 让我睡不着觉 我立刻反应过来 因为大我一岁的表哥薛红没考上高中 现在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小姑一家平时就见不得我成绩好 趁着这个机会 故意想让我名落孙山 可笑 明明小时候 是我父亲在爷爷奶奶早逝的情况下 做苦工供我小姑念叨了大砖 才让她找着一份教师的工作 报案不说了 他们怎么能心思歹读到想毁了我的前途呢 我咬着牙 偏偏没入他们的院 考上了一组二一一 依然记得出成绩的那天 小姑这些亲戚脸上精彩分成的表情 我不想再穷下去 也不想父亲再为我上学的费用奔波 于是鬼迷心窍地答应了柳如燕的要求 此刻的她双臂缓住我的腰 说出的话让我眼皮一跳 景明 我跟她离婚再嫁给你好不好 她与其温柔 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这一次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 她家家大业大 十分宠爱这个女儿 家里人给她安排了一个上门女婿 结婚三年 她如今也才31岁 两人虽然不恩爱 也算得上相濡以沫 我是爱财 可没想过破坏别人的婚姻 于是我把她还在我腰上的手放了下来 你好好跟她过日子不行了 我还在上大学 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可以了 等到哪天你腻了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柳如燕打断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薛景明 我难道对你不好吗 你明明知道我跟简如凯没有感情 你不跟我在一起 你还想跟谁在一起 跟那些追求你的小女生吗 话一说出口 我和她的脸色都变了 她果然还是死心不改 派人跟踪我 我们不合适 以后别说结婚这种话了 我冷冰冰地说完便连夜离开了她 十天过去了 柳如燕没再联系过我 在这段清闲时间里 我报名了一个证券投资模拟大赛 并且顺利在校赛中拿了二等奖 学校说有资助人出钱 送我们去上一步培训 好参加国赛 不过不能住在学校里 这样会影响我们专心备赛 我们八个人全都答应了下来 毕竟没人不喜欢这种 在五星级酒店里包吃包住的好事 只是快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我才发现 参赛选手里居然有笑话柳墨 柳墨长得很美 海藻般浓腻的头发 皮肤白皙 唇红齿白 身材更是前兔后翘 眉腿修长白皙 是无数男生的暗恋对象 位于柳墨唯一的交集就是 有次她被一个男生死缠烂打 男生非要往她怀里 塞玫瑰和礼物 她一个气不过 把站在旁边看热闹的我 一把拉了过去 看清楚了 这才是我男朋友 自己照照自己什么样子 比得上我男朋友一根手指头吗 为了增加这番话的真实性 她还故意一把抱住我嘴里不满道 你这死鬼就知道站在旁边看热闹 呃 我抬头 抱歉且心虚地看了一眼眼前的兄弟 事后有好试者把我和他的帖子 开在了学校论坛 盖了几十层谋 我费了好大劲解释 还是被室友拿这话调侃了好久 明知道柳墨是在撒谎 我偏偏忘不掉他那时骄横的模样 原本以为笑话连我名字都不知道 后来才发现 他不仅认识我 还很喜欢捉摸我 花了一下午时间收拾行李 疲惫不堪的我到了酒店 就开始洗澡准备休息 等我洗完 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到盛华来接我 盛华是一家高级会所 相当于富人去玩的KTV 虽然疑惑 可还是迅速答应了他 敞亮的房间里 坐着九个富婆 其中还有五十岁开外的 每个女人旁边都坐着一个 长相不错的年轻男人 柳如烟也不例外 令我惊讶的是 他旁边坐着的 正是我那浑水墨鱼过日子的表哥 薛红 我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柳如烟故意设下的局 薛红见到我也是一脸意外 哟 这不是我正在上大学的表弟吗 没想到也跟我一起来伺候姐姐们啊 伺候一词将我拉回线时 我正正地望着柳如烟 只因为我上次拒绝他 他便找来薛红设这个局 故意羞辱我了吗 果然 下一秒薛红便开口让我敬酒 你们是不知道 我这个表弟从小酒量就好 要不然让他给在座的各位多敬一杯吧 在场的人纷纷说好 我不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 你知道的 我有胃病 喝酒会疼的 原本我是喜欢过柳如烟的 也许是因为他面容娇好 也许是因为他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总之 我曾经对他用过心 直到我给他买了一个LV的名牌包 无意间听到他跟朋友的对话 怎么可能喜欢上这种没骨气的男人 只是玩玩而已 我没当真 你知道他今天送了我什么包吗 LV的 笑死了 我从小到大只被爱马仕和香奈尔 这种伺货居然也拿来送给我 不过没事 等我腻了之后就把他和他送的东西 一起当垃圾扔了就行 后面的话我没听见 也不想听见 怪只能怪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那天他说出要跟我结婚的话语时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第二个反应就是他肯定是在耍我 想看我出丑 就比如现在 我的目光在他的不屑与孤傲中 一寸一寸的暗淡了下去 好 我轻声答应 然后在柳如烟惊讶灰暗的眼神中 喝了八杯酒 做戏做全套 敬酒时我还对着那些女人笑脸相迎 柳如烟突然起身 周围人都愣住了 旁边的薛红赶忙笑道 我没说错吧 我表弟的酒量可好了 是 我强忍着胃力钻心的疼 附和薛红的话 房间的灯光下 柳如烟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 那一眼中包含着太多的轻视 我沉默地看着他最终愤然离去 渐渐弯下了腰 缓解胃中的疼痛 没关系 我决定单方面结束这段关系了 柳如烟 我本来就是你想丢的垃圾 倒不如我先断绝关系 给自己留最后一丝体面 忍着不是去药店买了些味药 就着矿泉水吃下去 此时此刻我只想尽快回房间休息 远远看见酒店大堂 有一道欠力熟悉的身影 那一瞬间 我甚至以为是柳如烟回来找我了 走近之后才发现是柳墨 也许是因为好看的女人总是相似的 柳墨和柳如烟看起来真的很像 柳墨见我脸色不对 赶忙跑过来扶我 薛景明 你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 看着与柳如烟相似的这张脸 我居然心里陡然生起一股怨气 皱眉冷言 不用你管 柳墨一瞬间愣住了 应该是从小到大都没人这么跟他说话过 扑闪的睫毛上立刻挂上了泪珠 我反应过来想跟他道歉 胃里又是一阵钻心的疼 薛景明 你身体不舒服 我先扶你去医院 他倒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委屈的说完就伸出手来扶住我 在医院住了三天 此刻的我一手打点滴 一手拿着苹果啃 柳墨将手撑在我床边 靠近我 要不要我给你切成片方便你吃 我看了一眼 手里被削到看不出圆形的苹果 坚定的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这样吃挺好的 我怕你切苹果一个切不准 再把自己切出个好歹来 柳墨待了一瞬 反应过来之后故意轻轻捶了我一下 你真没良心 我都没给我爸妈削过苹果 他忧愿的小声嘀咕 我却想到了柳如烟 想到他跟着阿姨学习鲍鱼汤给我喝 我嘴上说着好喝 但其实难喝到我只能喝两口 最后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撂下了勺子 他也是这样说 薛景明你不是好歹 我都没煲汤给我爸妈喝过 那时候我哑然失笑 抱着哄他 心里突然有点惆怅 原来物是人非是这个感觉 不想让柳墨看出我的走神 我连忙扬起一亩笑容 哪有 我可有良心了 为了感谢你这三天一直照顾我 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柳墨眼睛一下子就亮晶晶的 尊都假都 什么都可以摸 嗨嗨 看着他这副可爱的样子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有什么坏心思 尊都 但是不可以出卖我的人格 他美目流转了一会儿 薛景明 你今天就出院了 那你明天假装我男朋友 陪我去加燕吧 加燕 嗯 他用力地点点头 因为家里人一直催我找男朋友 明天加燕我小姨舅他们也会来 你装一下麻拜托你了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答应了他 他开心地笑了 飞速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薛景明 你最好了 我知道柳墨家境很好 但当他带我出入各大奢侈品店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不是一般的有钱 薛景明 你看这件西装怎么样 好配你啊 今天晚上就穿着剑马 他拿起一件海兰之家的西服在我身上笔划 好像对这件衣服很满意 以前我也经常会陪柳如烟去逛奢侈品店 大多时候他都是买单让我自己挑选 这是第一次女孩为我挑选这些 柳墨穿着一身白色紧身连衣裙 露出精致的锁骨 带着雅致又不俗的珠宝 趁得他更加光彩独目 服务员眼见他喜欢 朝我们走来 小姐真是好眼光 这件西服我们店里只上了三件 因为很少有人的身材能把他的版型穿出来 是 我先生当然穿什么都好看 柳墨自豪地回答他 嗨嗨 我不自然地咳嗽了两声 先生 柳墨察觉到我异样的神情 面颊上浮现出两朵粉红云朵 别忙凑到我耳边 不是说了吗 今晚做我男朋友 那我这么叫你没什么不对的吧 说话间 他身上的忧香随着他说话的气息 一起营绕在我鼻间 嗯 不过分 话是这么说 我的心里却掀起一层层涟漪 柳墨说时间还早 我们先去吃个饭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啰嗦 我怕你拘束 到时候肯定不能好好吃饭 我们就先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吧 好 我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就在这时 一道机械又尖锐的女生 不合时宜地响起 支付宝到账 五万元 糟糕 忘记把手机声音调成静音了 柳墨立刻看了我一眼 又迅速收回目光 我只能善善一笑 啊 不会吧 好像是有人转账转错了 我赶快给人家转回去 我点开支付宝 懊悔自己忘了支付宝这个联系软件 每月初柳如烟都会按照约定 把钱转到我支付宝上 这也就意味着我跟他新一轮的开始 盲不迭把五万块 原封不动地转给柳如烟 并且备注到 结束了 别再联系了 接着拉黑了他的支付宝账号 柳墨的家是一栋半山腰别墅 上门就是一个巨大的喷泉 有花园 有泳池 光是一个浴室就有我家那么大 柳墨 如果你父母问起 我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怎么说 总不能说我今晚就是来高攀你家的吧 柳墨摇了摇头 他们不会问的 他们知道我谈男朋友了 哄着你还来不及呢 要是真问起来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可以买一家相关的公司给你 你真是财大气粗啊 世上多我一个有钱人会怎样啊 柳墨的家人都很友好 谈话间让我感到很愉快 可惜今天我小姨没来 你应该见见她 我从小到大最崇拜的人就是她了 爸妈说她今天心情不好 才没 柳墨正解释着 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了 薛景明 我浑身一颤 正正回头 果然看见了柳如烟那张脸 我早该想到的 他们都有钱有盐 长得还如此相似 我早该想到 柳墨一直说的小姨就是柳如烟 柳如烟同样也皱着好看的眉头看着我 眼里还有一丝惊慌失措 柳墨探究的目光 在我和柳如烟身上来回打转 我迅速地跟她打起马哈哈 谎称自己在兼职的时候 认识了柳如烟 这才避免尴尬局面的发生 薛景明 你要跟我断绝关系 就是为了再傍上我外甥女士吗 你说话啊 柳墨他给你多少钱一个月 让你把我所有联系方式删除 柳如烟将我拉到没人的地方 崩溃地问我 他眼眶微红 反应过来自己情绪激动 用手抓理了一下秀发 你别误会 我只是希望你离柳墨远点 我心口一阵郁闷 有必要吗 我只是跟柳墨走得近了一点 又不是把他拐卖到深山老林 他至于情绪这么激动吗 难不成是怕我跟柳墨在一起 会跟他争夺家产不成 你 难道真的喜欢上柳墨 他又询问了一遍 是啊 他比你年轻 比你温柔 是个人都会喜欢柳墨 灯光灰暗 他看不见我眼底的情绪翻涌 我就能看见他身躯一颤 正正地看着我 薛景明 你 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失魂落魄 就在他不知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我听见了柳墨叫我的声音 我立刻抬腿准备出去 被柳如烟一把拉住 伴随的是他沙哑的哀求声 别走 薛景明 别走 放手 他找不着我会担心的 男人是能看出女生爱恋自己的 柳墨看着我的时候满眼温柔 虽然知道现在的自己还配不上他 但我格外注意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 不想败坏自己在他心中的好感 每一次注视 我都害怕他知道我跟柳如烟的过往会怎样 家宴之后 柳如烟接连几次用朋友的支付宝给我转账失败后 开始直接打钱上我的银行卡 害得我最后直接把那张银行卡注销掉了 本以为我能专心投入到比赛里 努力提升自己 静谧美好的时光却被薛红的一通电话打碎 薛景明 半个小时之内到盛华来 还是上次那个包间 半个小时你没到 我就把你敬酒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你爸妈看看 说完 他立刻挂断了电话 我手握电话 感觉浑身冰冷 心一下子就坠落上谷底 爸妈一直以我为骄傲 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如此不堪的样子 不能 无论薛红和柳如烟这次会怎么羞辱我 我都要去 包厢里 还是上次的原班人马 连富婆旁边的年轻小哥都没换 薛红见我来了得意一笑 如烟 我就说他会来吧 这次你可以好好教训他出气了 柳如烟微微一笑 将头发别至耳后 是啊 终于可以好好出口气了 那你快给在座的都敬一杯酒吧 包括景明 他要是没喝的话 你就跪在地上给他磕三十个响头 说完 他眼神冰冷 直勾勾的盯着薛红 薛红不明所以 呆愣住了 我立刻明白了柳如烟的意思 敬啊 难道你也有胃病喝不了酒 他没好气的重复了一遍 语气透着浓重的不耐烦 薛红从小被娇生惯养 连个的都没扫过 此刻也不得不拿起酒杯一杯一杯的敬 而薛如烟特地给他拿了一瓶烈性酒 其他人喝的都是温和的 进到我这里时 我自然是不能喝酒的 薛红明显不想给我跪下磕头 他哀求地看了一眼柳如烟 那女人封尽上头 直接找了两个壮汉 硬给薛红灌了两瓶烈性酒 薛红倒地咳嗽不止 眼泪都咳了出来 双眼发昏 怨恨地看着我 但他还是没有下跪 壮汉抓住薛红的头 朝地上筐筐砸了两下 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 薛红害怕了 他知道柳如烟是动真格的 跪下来就是不要命的磕头 鲜血蔓延的更多了 柳如烟一点不顾他的死活 只朝我微微一笑 解气了吗 解气了就原谅我好不好 那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祈求 我不预理会柳如烟 想要离开这个包间 他却招呼两人继续折磨薛红 虽说薛红有错在先 但毕竟是因我而起 况且 他已经是被折磨的头破血流了 薛红真要出了什么事情 我也担心姑姑会找我爸妈的麻烦 想好了 你现在吻我一下 我就放过薛红 否则的话 他怕是要在医院躺个一年半才的了 疯子 真他妈的就是个疯子 纵使心里蹭蹭冒着火气 我还是答应了柳如烟的请求 上前吻他 反正这件事 我们做过很多次了 就在我们鼻息相近时 我隐隐听见有人推门的声音 接着柳如烟眼中出现了得逞的笑意 糟糕 我一转身 果然看见柳墨站在门口 望着我的眼睛里 透着浓浓的失望 薛锦明 你就是的大骗子 发完这条消息 柳墨就把我所有联系方式 都拉黑删除了 死活不肯听我解释 这熟悉的操作 还真是风水轮流转 两天之后 他挽着一个帅气高大的男孩 出现在大家面前 宣称那是他男朋友 是他的初恋 呵 原来我所珍视的两段感情 是如此轻而易举就能被摧毁 一个把我当垃圾 在我离开之后又纠缠抱负 一个对我的信任如同薄冰 从前所有的欢声笑语 请客间化为乌有 我把这些天的糟心事 都跟兄弟李耶说了 他劝我赶快断了这些前程往事 那些女人有钱有盐 玩得比谁都花 与其在他们身上浪费感情 不如多把精力放到别的事情上 再说你长这么帅 你怕没人要 说完他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是啊 我为什么要在柳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也许柳墨当初对我 也就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我听兄弟的劝 欲断绝往事 可柳墨酒店里的房间 跟我正对门 自从官宣了之后 他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天天带着他那个男朋友 在门口调情 他靠在门上 那男的在壁咚他 两人挨得那么紧 说着悄悄话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俩谈着恋爱 每当我经过时 柳墨就会被男人 逗得发出一声娇笑 换做以前 我一定会觉得他很可爱 现在 我要保住胃里的饭菜 我躺在床上 越想越抓心脑干 柳如烟那样也就算了 毕竟我和他 本就是奔着利益 才在一起的 但是柳墨这样玩梦 我的感情 杀伤力可就大得多了 我生气了 我真的生气了 你不听我解释是吧 你换新人换得快是吧 那我也换人 我回头就找柳如烟 我隔应死你 我天天带着柳如烟 各门口说悄悄话 你不是喜欢笑吗 让你一次笑个够 你不是要复合吗 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打破原先的规则 首先就是用不着给我打钱 因为先前赚到的钱 足够我开个工作室发展了 其次 就是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由我来定 柳如烟欣然答应 此时我刚和朋友 搞完一部正确模拟 回来就看见了日常的一幕 男人将柳墨壁冬在墙上 两人说笑的声音 在走廊扩散开来 嗨嗨 很好 他们不仅不为所动 反而相谈得更慌了 我拿出门禁卡 刷了一下门 双手暴毙处在原地不动 没一会儿 穿着我衬衫的柳如烟就从里面小跑了出来 一双修长的腿在男士衬衫下若隐若现 景明 你终于回来了 我淡淡了一声 微微侧身去看柳墨的反应 只见他呆愣在原地 双眸泛红 我微不可查地勾了勾嘴角 笑啊 你怎么不笑了 心情愉悦地我摸了一下柳如烟的头 你吃过饭了吗 没呢 再等你 他靠到我身上 轻力地拉住我的胳膊 柳如烟细做得很全 假装才看见柳墨 故作惊讶地问他怎么会在这里 还叫柳墨跟未来小一副问号 我抿了鸣嘴 感觉玩得有点过了 走廊的气氛凝固了一瞬 身后突然传来巨大的砰的一声 柳墨愤怒把门一关 留下他那的男朋友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上了房间 柳如烟抓住我的领口 踮起脚尖在我耳边轻语 喜欢你薛景明 你跟我附和 就是想让他吃醋对吧 我挑了挑眉 没说话 也就是没否认 他目光暗淡 无力地点了点头 这样也挺好的 起码你回到了我身边 柳墨年纪小 根本不懂男女之情 他脾气还很骄纵 景明 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他盈盈秋水的美目看着我 目光中透露着一丝期待 然而我毫不犹豫地打破了他的幻想 我就是想让他吃醋而已 等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思 过几天我再去哄他 说不定他就会跟我和好了 人要学会吃一切 长一智 我可没忘记 在他的心里 我就是一个拿不出手的垃圾而已 柳如烟瞳孔涣散了一瞬间 抓住我领口的手也慢慢松开 好 薛景明 你好得很 柳如烟速度很快 不仅瞒着我跟现任离了婚 还在朋友圈官宣 我是他男朋友 他做事愈发不考虑后果 我又跟他大吵一架 景明 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是真的爱你 所以异性想要跟你结婚 跟薛红的那一次都是为了气你 但是当我看见你跟柳墨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都要碎了 我不会逼你什么 你也不要管我做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周围的人 你在我心里的地位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撇过头 避开了他的目光 爱 爱就是明明知道我有胃病 还放任薛红逼我敬酒 爱就是把我送的礼物挡成垃圾 跟朋友一起耻笑我 柳如烟见我神色不对 继而缓缓开口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气我 但是我会向你证明的 我心里真的有你 也会学着普通人家的妻子那样照顾你 爱你 我转身拿起屁在椅子上的外套 那你就慢慢学着吧 我从始至终都没打算跟你一辈子在一起 柳墨跟他那个初恋 已经分手了一段时间 这几天除了培训的时候 几乎看不见他人 继日发生的事情太多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会平静下来 寻着自己的内心思考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到底是喜欢上了柳墨 还是割舍不下对柳如烟的感情 我深知男人还是不要脚踏两条船 否则的话基本结局只有鸡飞蛋打一场空 就在我深夜难眉的时候 命运推动着我向前 替我做出了安排 来电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对面传来陌生女孩焦急的声音 你好 你是薛锦明吗 能不能麻烦你来一趟XXX酒吧 柳墨他喝醉了酒不肯回去 嘴里一直念着你的名字 你能不能 能 你先好好看着他 别让他瞎跑 还没等对方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匆匆往外赶 柳墨一个女孩子 怎么敢在酒吧喝醉的 一路上催促着师傅开快点 心里的火气在踏上酒吧的时候达到了巅峰 却又在看见柳墨的时候消失殆尽 他穿一身米白色的裙子 浓密的发丝随意披散着 酒吧里五彩斑斓的灯光照在他银白如玉的脸上 他双眸微睁 眼里透着雾气与迷茫 下一秒 我注意到了他露在外面的洁白大腿 还有周围不怀好意的男人 皱着眉头将外套系在他的腰间 准备将他打横抱起 哪知他突然挣扎起来 身体也很难受的样子 一直叫我滚开 双手抵在我的胸口位置 旁边的女孩试着安抚他 默默你别害怕 他是薛锦明啊 他是过来带你回酒店的 柳墨文言 眼睛里终于多了些许清醒 抵在我胸膛的手也慢慢放下 然后又竖起来一直吹我 小姨有的我也有 你为什么不学我 你为什么要跟小姨结婚 他一边酷酷捶我 一边小嘴巴巴巴不停地质问我 漂亮的眼睛里流下了泪水 我钳支住他两只手的手腕 跟他四目相对 柳墨你听着柳如烟离婚的事情 我并不知情 也没打算跟他结婚 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妥 你见我跟他走得近 你不高兴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看到你跟别的男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看到你跟别的男人谈恋爱 心里会有多难过吗 可惜后半句话 被柳墨堵了回去 他混着酒味的唇堵了上来 我浑身一颤 身体酥麻的像被电流击过 吻完 他抬着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 斯密马赛锦鸣将 那我们现在和好好吗 你不要生我的气了 我也不生你的气了 他紧紧抱住我的腰身 脸颊贴在了我的腰上 我自然是求之不得 第二日 我编辑了短信 约柳如烟出来把事情说清楚 隐约透露了我跟柳墨现在的关系 消息发送完毕 李叶就着急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跟柳墨在一起了 我寻思着我也没梦牛把这事情告诉他 你个大傻叉 你快去看看柳墨的朋友圈 学校里关于你俩的论坛都快盖成一层楼了 我来不及挂电话 点开了柳墨的朋友圈 好家伙 昨天晚上他拉着我想让我留下 我没肯 只是说把跟柳如烟的事情处理好 才能跟他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他没熬得过我 心血来朝下拍了一张照片 也就是他现在朋友圈的这张 我帮喝醉的他换了吊带睡裙 照片里他录着小偶一样的胳膊 跟穿着T恤的我食指相扣 怪就怪在照片里的两个人都没露脸 很像是男上女下 配文是兜兜转转还是薛景明 操 这下我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了 学校里的论坛 大致分为两个队伍 一对是我和柳墨的CP粉 一对是骂我癞蛤蟆吃天鹅肉的 啊啊啊啊啊 我嗑的 CP终于成真了 这小子长成这个样子 柳墨是怎么看得上他的 楼上的 男人的嫉妒心不要太明显 宿舍里没有镜子 尿总归是有的吧 紧接着我看见了柳墨在绿泡泡发来的消息 私密马赛景名将 瓦达西今天手滑了一下 你不会怪瓦达西的吧 配上了一个经典可爱猫猫戳手手的表情包 我能怪他吗 当然不能 但我想小小教训他一下 等我到达星九课 远远就看见了柳如烟的背影 他虽然脸上没什么血色 但看上去很平静 我心里长出一口气 将早在心里编辑好的话全盘拖出 哪知道我话一说完 柳如烟就把手里的咖啡叶 统统泼在了我的脸上 薛景名 你真的是狼心狗肺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一心想要跟你结婚而已 我承认之前跟薛红一起逼你喝酒是我的不对 但是明明只要你跟我服个软 我就不会继续为难你了 后来我不也跟你道歉了 你要什么我没给你 你偏偏要跟柳墨在一起 你是要让我被周围所有人笑话吗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就是故意让我难堪的 店里的人听到这边的动静 纷纷看了过来 我淡定的拿起桌上的纸巾把脸擦干净 柳如烟 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好的各取所需的关系 你说你有多爱我 可你却把我送给你的东西当成垃圾 你真的爱我吗 还是只是没完够 那骨子新鲜感还没完是吧 柳如烟被我的话一惊 回忆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他喃喃自语的摇了摇头 不是这样的景明 我那时候还没有认清对你的感情 又耗面子 所以才说错了话 我心里真的有你 我真的想跟你结婚 我想跟你一辈子都在一起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他想要握住我的手 我书弟站起身 心里暗自懊恼不该跟他见面 这种事情应该直接发短信通知医生就好 又不是商量结婚 干嘛要见面呢 见我趋意已决 柳如烟这才撕下了他深情的真面目 薛锦明 如果你敢离开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扭头回了一句 柳如烟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做什么事情之前好好掂量 现在没有地主 也没有奴隶 此后 柳如烟应该是把我的话听了上去 再也没来找过我 我跟柳墨的恋爱关系正式确认 跟同学合作的短视频工作室也逐渐稳定下来 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益 柳墨这时提出要见我父母的想法 我答应等比赛之后带他回家 其实我是因为比赛时间在月底 那时候工作室的收益也会平摊下来 我想多攒点彩礼钱 就在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命运却在跟我开玩笑 比赛那天吃了酒店的早饭 我父痛不已 错失比赛机会 紧接着就是工作室的大量作品 在三天之内收到大量举报 被强制下架 那些都是我和朋友 熬了无数个夜晚的奋战结果 柳墨想要安慰我 提出让我先带他回家见见父母 我点头答应 确实好久没回家了 可等我给父母打去报喜的电话 爸妈他们先是一阵开心激动 后面就直直无无了起来 在我的一阵逼问之下 爸妈才说出了近日的遭遇 有人将我那天在圣华会所 给人敬酒的照片打印出来 贴在了村里的各个地方 还配上了侮辱性的文字 除我之外的所有人被打上了马赛克 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包厢里微米的气氛 村里就那么大点 所有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父母有人想为我辩解 却难敌所有人道听途说 村里人都说我去会所里做鸭了 一百块钱就可以包我一整晚 父母不想我担心 又耐不住村里人整天上门盘问 指指点点 便搬了出来 拿着我平时打给家里的钱 在镇上跟人合作了一个院子 事已至此 再不知道是人为的 我就是实际智障了 柳如烟找人带话给我 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的清白 只要我服软认错 他就把圆图张贴出来 再亲自出面替我解释 把脏水引到薛红身上 我摇了摇头 自然不肯 然后便在学校里见到了薛芳 薛芳是我的姑姑 她一边发着印有照片的传单 一边挤出两滴鳄鱼的眼泪 大家火儿的 要是见到我的侄子薛景明 一定要劝劝他 别再出来干这种工作了 他爸妈供他读书不容易 可不是让他出来做这种脏事的 周围有不少见不得 我最近出风头的人 文言连忙煽风点火 哟哟哟 原来我们薛大校草 是干三培的鸭子 你们说他跟柳墨怎么谈起来的 不会就是在会所认识的吧 真是丢我们大学生的脸 这种情况可以叫警察 以蔓延的罪名把他抓起来吗 见有人附和自己 薛芳笑得合不拢嘴 我哥和嫂子现在被他气得身子都差了 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我本是在人群中冷眼旁观 听到他咒我父母再也忍不住 冲上前将传单全部撕的粉碎 你他妈的说谁快要死了 忘记我爸年轻的时候 做苦力供你读大学了是不是 你他妈的就是个忘恩负义的贱货 薛芳上前跟我拉扯 知道打不过我 就用力挠我的脸 直接给我抓出了几道血印子 脸上火辣辣的疼 没一会儿 我们就被人拉了开来 拉住他的人是刘墨 刘墨身穿一身简单发白的T恤和牛仔裤 头发也弄得乱乱的 薛芳被这么一打断 连忙哭天喊地 哎呀这个臭小子 我从前把他当亲儿子看待 现在劝他走上正途 他居然还跟我动起手来了 刘墨假意安抚他 没事阿姨 我是他女朋友 有什么事你跟我好好说清楚 薛芳顿时停住了眼计 眼睛一眨不眨的看了一会儿刘墨 最终把目光放在了刘墨脚上 那双发黄发白的鞋子上 你是他女朋友啊 哎哟 你这小姑娘虽然穿得寒衬 好歹脸长得不错 咋就看上他这么个不孝子孙穷光蛋了 要不行你跟我们家薛红谈谈吧 虽然看你也没啥钱的样子 但是长得倒是配得上我家儿子 结婚后赶紧给我家生个大胖小子就行了 柳墨笑容不减 那你家会给我多少彩礼呢 薛芳脸上顿时浮现出鼻翼的神色 你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物质啊 不过幸好我家有的是钱愿意扶平 你要是跟我儿子处对象 我家愿意出一万一的彩礼 图个一心一意的好兆头 话音刚落 人群中传来阵阵吃笑声 柳墨依旧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面对着大家说道 大家都知道薛锦明是我男朋友 也应该知道学校的两栋科技楼就是我爸爸捐的 作为我柳墨的男朋友 他薛锦明还真没必要去做陪酒的 事实是薛锦明的表哥薛红在会所干着三陪 同时勾搭了几个有福之父 有人要教训薛红 是我男朋友看不过去出面给人家赔礼道歉 这事才这么过去了 事后薛锦明被这对母子敲诈勒索不成 居然跑到学校来造谣诽谤他 众人听完后全都唏嘘不已 相比较一个突然闯入卖惨的女人 千金小姐柳墨的话显然更加有可信度 如果我真的缺钱 大可以找柳墨药 没必要去做三陪 所有人看薛芳的眼神都比异了起来 正义感爆棚的大学生纷纷骂了起来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能交出三陪儿子的人能是什么好人啊 亏薛锦明还去救他儿子 他儿子就应该被黑社会大哥大警打死 他一上来我就觉得不是好人 一脸的尖酸刻薄像 一张嘴就知道咬人 薛芳脸上青一阵 白一阵的 毫不精彩 就在众人的唾沫快要把他淹没的时候 保安终于匆匆赶来将他轰了出去 临走前薛芳还放下狠话 说他绝对不会放过我 我摇了摇头 他想多了 我才是不会放过别人的人 柳墨非要给我脸上的抓痕上些点符 我有些扭念 上点符 还不如给我打针狂犬一秒呢 少女的娇笑声传来 我扭过头去无比认真的看着他 眼前温柔的他 和刚刚冷酷的他逐渐重叠 这一刻 我真正正视起自己的心动 柳墨派人调查 发现给我下药的人也是薛洪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柳如烟受益的 否则他们母子不会有这样的胆子 我们收集证据 到派出所报案称薛洪故意伤害和恶意诽谤我 由于谢耀没有对我造成严重后果 于是只能要求他上行了明示赔偿 但是公然恶意诽谤的情节严重 损害了我的名誉权 不仅要求赔偿 还要面临一年有机徒刑 薛芳爱子心切 将责任全部拦了下来 此刻的薛洪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薛芳有了暗底 自然是在难找到教师这样的铁饭碗 再者我的姑父也就是个闲散的销售人员 业绩不佳 还酷爱喝酒抽烟 薛洪没有工作 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制 一家子不仅名声变臭 生活开支也逐渐入不敷出 捉襟见肘 薛芳上去没多久 我再次见到薛洪 她已然是一个拉里拉他的疯子形象了 怎么 你的好姐姐们没给你点生活费花花 刘如烟没给你点补偿 薛洪面色铁青 薛景明 你比我好到哪里去 你就等着刘姐收拾你的那天吧 我哈哈大笑了两声 你不会以为她还能对付她的外甥女婿吧 真是太不巧了 我要跟她外甥女结婚了 到时候一定给你发去请柬 则则则 可惜姑姑她没空来参加了 薛洪气得怒目原争 也不敢再把我怎样 再次见到柳如烟 是我跟柳墨同居两年后 听说这两年时间里 柳如烟出国学习发展了一段时间 冬季白雪漫漫 柳墨已经戴上了真知梦 身上也裹得严严实实的 柳如烟助力在风雪之中 深深地望着我 还好吗 最近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爱与柳墨跟她之间的血缘关系 我们不得不跟她打个招呼 柳墨在背后揪了一下我屁股 示意我不用说话 小姨 我们明年夏至的时候结婚 柳如烟得到了想知道的答案 淡淡应了一声 垂下眼帘不知在想什么 接着就是漫长的沉默不语 柳墨拉住我的手 小姨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们要回去给团团喂饭了 团团 这个词好像触碰到了柳如烟敏感的神经 我知道她想多了 同居两年 我跟柳墨一直都是分床睡的 团团只是我跟她一起养的萨摩衣而已 但是柳墨显然不想做过多的解释 微笑着向柳如烟挥挥手告别 风雪之下 我终于可以跟她共白头 全文完 直接把そう干净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